你看 Dandling 他的英文拼写 应该是D-A-N D-E-L-I-O-N 这个单词把D写成B 这美国人也会写错字啊 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好 你过来 这个你怎么给我解释 又不一样 王思耄 看看 队长 抬头发现的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我还找到另外几棵树上 也有写错的英文单词 你看 最奇怪的是 他每一个单词都会错一个字母 而且每个字母都错得不一样 那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那外国人也会写错字啊 我是说了 但这就好像中文字 你会把D写成T 你会把U写成N 你不会把D写成猪 也不会把鸟写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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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说话 不要那么啰嗦 你到底想说啥呀 我要说就是我找到了 六个英文单词 有错误 无论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六个字母连在一起 可以拼出另外一个新的单词 应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限制 经过我排列组合之后 应该是他 是我们所要的 包子 包子 包子啥 什么包子饺子 这啥意思这是 不是包子也不是饺子 是尸体 尸体 这野人山到处都是尸体 就不缺尸体 这有啥价值这线索 包子 除了是尸体的意思 它还表示很多很多的尸体 很多很多的尸体又咋的 咱们经过那尸坑就有很多很多尸 是尸体的 是尸体的尸体 是尸体的尸体 不认识 我就诅咒美国人他八代祖宗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拿到东西 救了刀子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大家抓紧时间 目的地就在前方 下手够果断的呀 少废话帮忙 长毛 想不到你还挺细致的嘛 防止这小子醒来偷听我们说话 护子卡 帮我们看着他啊 好 兄弟们 对不住了别怪我们 敬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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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俩把这个密码写下来 咱们把盒子打开 来 嘿你 看来这个谜底 马上就要揭晓了 好了 好了 那就开始吧 等等 队长 万一这盒子里边是炸弹怎么办 那这样吧 你们几个留在这儿 我和赵半括 去研究一下 不行 队长 我跟菜头去吧 你别去了 我这种拆弹高手不去 你们去 你们谁有资格去啊 那好吧 你们俩小心 菜头 我来念书字 你来转 记得手稳一点啊 听仔细了啊 开始了 九 二零四三 二零